Doremi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一個鹿藻茶屋 它是1967年到現在的歷史 可是主要那個屋主是從2010年開始開幕 那因為當時屋主沒有那個經濟壓力 所以他用藝人的經營方式下去做經營的 因此他是在結合一樓的是歐式的蜘蛛風 蜘蛛風格的霸牌 還有二樓結合日式的榻榻米 然後他的飲食特色就是屬於那個時空膠囊部分的火鍋 時空膠囊齁 對然後是賣下午茶還有午餐 那因為屋主很重視那個手作方面的 所以他結合那個日式的池盤下去茶具 做的很精緻 那就是因為他很注重手作部分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就是生意會越來越好 甚至現在準備開二點了 所以我們覺得他這個特色可能是一些老人家 如果喜歡過去回味那個過去的房子 然後看看一些日式的瓷器啊等等的 可能後續會有更好的發展 那加上因為他是結合日式跟歐式的蜘蛛風 我覺得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能可以拍一些單元的 PO到那個Youtube那邊的話 可能後續發展就會 就會可能更有名氣這樣子 謝謝叔謝謝 謝謝 謝謝